走 宝宝爸爸带你去玩 今天提前下班 提前收工了 带宝宝溜溜 是我宝宝想睡觉了 叫爸爸好不好 大家听到了没有 叫的声音很小 叫了一声爸爸 再叫一声爸爸 真乖宝宝真乖 来亲一下爸爸 好好好 爸爸真乖爸爸真乖 爸爸你要去哪里玩 爸爸带你去 你要去幼儿园是吧 前面 有一所幼儿园 我收工收得早的话 我一般都会带他去那边转一转 他现在比较喜欢去那边走 我带他去那边玩的时候 他要抱的 不想下来走路 下来走路吧 他不想下来走路 爸爸抱抱你 他不想下来走路 再叫一声爸爸 再叫一声爸爸 再亲一下 走走走 他不带你去玩 这马上就到了 到了幼儿园 好吧 再过 再过几年 你也可以读书了 可以背着你那小蜜蜂 来幼儿园玩 我前面就是幼儿园 大家看一下 大家应该看我视频的话 应该都知道 看到没有 前面 我后面就是幼儿园 走喽 再亲一下爸爸 再叫爸爸 真乖 沙子 这是沙子 沙子 稻谷 你看一下 这些稻谷都是爸爸 爸爸运来的 然后晒在这边 以后给鸡吃 大家看一下 这幼儿园这条路 已经没有车 然后我们在这边 晒了一些稻谷 也不但说是稻谷 就是风干场 那边运过来的 然后有好多那个稻干在里面 然后放在这边 这样晒 晒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给鸡吃 再亲一下爸爸 可以好乖 好乖好乖 宝宝好乖 爸爸山的道骨 有给鸡吃的 前面是幼儿园 幼儿园 宝宝以后就在里面读书 他现在叫爸爸叫的特别清楚 叫奶奶 叫奶奶叫不过来 叫爷爷还叫的挺好的 就是爸爸跟爷爷叫的比较顺 然后妈妈呀 妈妈也比较顺 叫奶奶跟姑姑叫的还不会叫 叫的不顺 大家听一下 叫一下爸爸 叫叫爸爸 叫叫爸爸 爸爸 哎 他有些时候叫的很清楚的 爸爸 有些时候叫一个字 爸爸 爸爸真乖 然后前面就是幼儿园 宝宝看一下 前面就是幼儿园 你想去里面 里面进不去 进不去 哈